大家好,越南的胡志明市与周边地区的防疫措施已经解禁了 现在越南出现了一个情况,工人开始逃离新冠疫情严重的南部工业区 返回乡下,越南政府估计超过200万人将离开胡志明市 现在除了球鞋、衣服等工厂停工 包括苹果之类的科技公司的工厂也可能会停工 现在分析师认为零件供应商官场可能是苹果、iPhone 13交货中断 此次的供货中断主要是4款iPhone 13手机 因为其大量的零部件都在越南组装 所以这次可能造成iPhone 13的全球断货 除了iPhone以外,包括飞人乔丹、瑜伽库、圣诞树 也可能是其他的货品,未来可能越南生产的主要的出口产品都会断货 越南南部工厂是越南目前来说新冠病毒爆发的一个中心 越南大致的胡志明市已经封锁了好几个月了 数月的长时间的封锁将工人限制在狭窄的房内 出行也受到限制,最近放松了,可以离开胡志明市了 所以数百万人准备离开胡志明市 所以现在越南出现了用工慌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 现在有记者采访一名逃离胡志明市的一名打工仔 说他离开胡志明市以后呢 会回到位于柬埔寨边境的泰宁省的家中 他说我看到我们社区有很多人死于新冠 非常担心,也不挣钱了,先回老家 这就是现在越南的一个情况 那工厂这个生产放缓,甚至关闭呢 是耐克等公司几个月 这个生产订单也就几乎不可能完成 那所以全球的供应链现在是受到极大的冲击 那越南呢虽然很小呢 但是在全球的消费经济中啊 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沃尔玛的家具 阿迪达斯的运动鞋 三星电子的智能手机 越南商品啊都参与其中 根据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的数据 越南是美国服装和鞋类的第二大供应商 仅次于中国 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呢 随着制造业的避免关税转移到中国 越南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那当前那个节点下啊 像耐克这样品牌几乎没有能力 几乎没有能力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 所以耐克最近呢 大幅下调了销售的预期 主要是因为越南商品的短缺 其他国家的工厂订单呢 太多啊 培训工人和移动机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耐克很难在很短时间内转移生产线 那苹果公司等科技公司呢 也是这次啊 受重要影响的 包括部件供应商的关闭 iPhone13的交付中断啊 包括三星电子在越南生产啊 这些电子的公司也很难恢复正常的生产啊 所以呢 三星也下调了自己的这个预期的目标 销售目标 那越南去年啊 是控制了新冠疫情的 那当时呢 越南呢 是有逃过疫情的一种自豪感 你看越南的新闻啊 你看越南的这种报道 我们越南逃过了新冠 但是随着德尔塔病毒这个变种 在春天又来到越南以后呢 越南又经历了一轮隔离 又经历了一轮新的防疫措施 所以越南的死亡 还有病例的人数也激增 那今年夏天呢 胡志明市啊 有1.5万多人啊 死于新冠疫情 所以啊 越南当局呢 更加严厉的管制 包括呢 禁止购物外出购买食物 包括啊 这个老百姓的宵禁 所以大量的人员呢 禁止离开胡志明市 所以工厂被要求建立啊 现场住宿设施 就是住宿舍 实际上是迫使工人啊 在帐篷里啊 长期生活已经好几个月了 所以这些工人呢 一旦解封 一下子就离开了工厂 他不会再在工厂继续工作了啊 你给再高的工资 他也不干了 那就非常有趣了啊 大家知道这个台湾啊 有些专家什么谢金河 这帮人啊 天天讲啊 柴链转移到东南亚 转移到越南 中国就完了 那是啊 转移过去了 转移过去以后呢 越南也不生产了 中国也不生产了 哎呀 我觉得现在拜登这个脑袋 也得这么大 拜登呢 急坏了 美国人急啊 很快就 是吧 12月份不就是 是吧 叮叮当 叮叮当 零儿响 叮当 是吧 开圣诞节了啊 圣诞节 什么东西都没了 iPhone13都断货了 买不到iPhone13了 大家看到没有 中国拉闸限电 台湾人性财幸灾乐祸 哎呀 中国不生产了 中国没电了 中国没电了 是不是 中国没电就没电吧 是吧 反正你能看到 那我节目说明我这还有电啊 是不是 我们不受影响 谁受影响啊 美国人受影响 你美国货 美国产品涨价 你现在看越南也停了 iPhone也没了 三星也完了 台移电呢 你在越南有工厂啊 那你得想想未来的供货情况 就台湾人也好啊 就海外一些经济学家 他老把什么 中国和世界割离开看 中国和世界不能割离开 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内 天天抄着中国完了 中国中国完了就世界就完了 整个世界美元体系就完了 就台湾人这些专家 他不告诉你背后逻辑 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这背后的逻辑 他认为什么中国拿走就拿走了 中国后中国不好了 我们就好了 这多幼稚一种想法 那是什么经济学家 是不是啊 谢金河啊 你天天忽悠这帮台湾人 你什么时候是头啊 天天拿着个汉语 忽悠全全世界华人 说你台湾话呀 闽南话呀 说什么普通话呀 说什么中国话呀 你不台湾人吗 No.1吗 天天忽悠这帮妈的 是吧 台湾那帮小台独 中国不好了 你看我们又好了 你看又转移出去了 是吧 中国又完了 中国完了 中国完第一个倒霉 是他妈美国 是他妈美元 你把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 割裂开能行吗 你知不知道 还得让我一个 是不是 不学经济的 天天给你们上课 这台湾什么专家 那帮人 是懂经济 还是玩政治 不说了 人家可厉害了 人家台湾那帮专家可厉害了 你看人坐着宝马 开着奥迪 大房子里喝着茶 两岸事我全懂 哪像我这样的 每天早上起来 给你唠两句 我不认 人家那谢金河 你看人家那台湾那专家多厉害 是吧 中国完了 中国明天12点就崩溃了 都去越南 都去越南 你看去越南中国就完了 现在呢 越南也完了 越南完了 停工了 这么一想 西金河这帮人了不地 提前就预判了 真的 有时候看台湾这帮像个傻逼一群 真像一群傻逼 台湾人 我有时候打开台湾那个电视节目 就觉得台湾那个电视节目 那帮人都是什么人 我一静音 我每次看台湾这帮我不想听他说 我把声音关了 我就看他们在那表演 一个个都表演艺术家 真的 我看那个表情啊 看他们那些 都是表演 你把声音一关 你先别听他说啥 你看他面目表情 都是表演艺术家 可他没有意思 真的 就像看动画片一样 我有时候看台湾节目 能看出动画片那种感觉 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不埋在台湾 台湾也有深度的 你看我节目这些台湾人 你都是有深度的 要不你能看 是吧 能看我节目 看动画片就完了 台湾加油 新台湾加油 旧台湾新台湾 台湾还分新旧呢 你看看 这玩政治玩到什么程度 绕回来啊 咱说经济啊 中美本来就是一体的 我之前告诉你一个经济逻辑了 美国得依赖于中国发展中国家 这个廉价的市场 让美国一个通胀保持在水一定的水平 不然美国这么印钱啊 你这么印钱 你不早报了吗 你早晨废止了吗 你通胀那么那么低 不就靠中国吗 这也就为什么耶伦啊 和和这个刘鹤能谈到一起去 而戴琪和刘鹤谈 刘鹤连屌都不屌戴琪 戴琪不给台湾人 都不屌他为啥 我屌你干嘛呀 你先弄明白中美关系 中美经济贸易问题 贸易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美元的问题 你美国有求于我 不是我求你 因为我愿意挣你的美元呢 这就是中国搞双循环 你看俩 俩的循环 跟美元一个循环 另外中国自己也搞一个循环 对吧 跟自己原材料 原材料基地也搞个循环 这是中国双循环 干嘛不屌你戴琪 你戴琪制裁吧 你制裁吧 你搞贸易战吧 搞了三年了 你看贸易战 就美国人买单 这就是问题在这 美国有一些人啊 真的啊 有一些人幻想着啊 把中国赶出这个整个的世界贸易体系 他得找到替代品呢 就像我说 你脱钩以后 你得重新挂钩 挂一个重新的 能让美国这个链条重新连上 然后让经济重新运行 你现在有吗 你能找到吗 越南 你看看越南 自己都停产了 iPhone13 越南生产了吗 生产了吗 工人都招不上来 两百万人走了 我说了啊 真正聪明人 不会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啊 是不是啊 从中国撤到越南 越南现在怎么 一个疫情 越南就倒了吗 还有谁能替代中国啊 印度啊 你去印度试试啊 你没去过印度 你都不知道印度是啥样 我去过印度 印度那机场 我先告诉你啊 没去过 只能出不能进 或者只能进不能出 啊 后机厅只能进不能出 啊 抵达厅呢 是只能出不能进 你去过 不是我瞎编啊 去过印度机场 那给我下面证实一下啊 留言证实一下 不是我瞎编 你到了印度啊 我去过印度 你可知道印度是什么样 你也知道印度那个聪明劲 玩死你 你还在那投资 福特在印度工厂是不关了 啊 干不下去 那福特那车没人买印度 印度他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就是你强行把印度跟美国这个链条挂上 印度一拉就断了 你看越南一拉就断了 他更给你提供吗 只有中国 你看最简单的例子告诉你 只有中国 这为什么中国不担心你搞什么贸易战 上面美元在那呢 耶伦得求着中国啊 哎呀你中国 中国也说 刘鹤也警告耶伦 你少印点钱 你印那么多 是不是 也告诉告诉你下边这个戴琪 别天天拿这个 是不是 好像拿个上风宝剑 拿个鸡毛当令剑 天天跟我这要五喝六的 我怕你啊 刘鹤都想 我估计刘鹤都得这么想 我怕你吗 是吧 你让我出口啊 你让我少出口 那我就少出口 我限电 我拉闸 我都不出口 你看谁急 你看那耶伦老太太急的 脑袋上都是汗 赶紧啊 赶紧啊 债务上限呢 我们在印接着印美元呢 这边告诉中国 你赶快出口啊 你不出口 我们 是不是 我们就报表了吗 通胀率啊 刘鹤都得好笑去呢 你不是不让我们出口吗 你看这美国 你看美国 什么都得求着中国 你看戴琪 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知道 但是他为了工作 他得啥呀 他装作不知道 台湾人 你看那台湾的经济学家 什么谢金河这帮人 你看看 天天忽悠你们 去越南 去越南 到了越南呢 完了 听功了 多有意思 我早上起来 我不像人家专家 人家只在吃饭 我就是天天早上瞎白话 我就瞎白话 但是我把这里边事儿 瞎白话说给你听 逻辑都是通的 你好好想一想 台湾人你们想一想 中国几点崩溃 明天中午12点吗 咱们看一看 明天中午12点 中国能不能崩溃 到底是中国崩溃 还是你台湾崩溃 还是越南崩溃 是不是 网上太多了 我天哪 我看那台湾节目都好笑 行了 中国没崩溃 越南先崩溃了 我觉得跑越南那帮台商 自己好好想想 还有没有戏 另外我告诉你 中国跟这些周边国家 实际都有地缘政治影响的 你不去越南了吗 你不去东南亚了吗 你以为能跑得过中国的影响吗 我只是提醒你 你千万别以为中国不能影响东南亚 你看这个新冠 他就跑了吧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影响力 都能影响你 你以为你帮台商躲开中国 跑东南亚 能躲开中国的影响吗 我告诉你 后面这个话是最高级的 你好好琢磨琢磨 我今天说这些 你躲不掉中国的影响 台湾人现在千万别幻想着 哎呀 我上东南亚就能躲开中国了 我跑非洲就躲开中国了 看我前面 我好多非洲的事都告诉你了 那背后都是中国 你能躲开吗 还是和中国合作 多谈谈两岸一家亲 别像民进党那帮啥逼似的 天天 想独立 没有一天说我们不独立 但是到时关键时刻就不独立了 天天在那是骗你们 别像民进党那帮人 那是职业政客 那个嘴巴就是什么天天骗人的 政客就是骗你的 玩点实际的 都看看我节目 我跟你说点实际 行了 烙挺长时间了 我准备吃早饭了 不给你烙了 好好想想我今天说的 你能躲开吗 在整个世界链条里边 再加上地缘政治 你台湾人你跑不掉 出问你去火星 你台湾有这个能力吗 好好看清楚中美关系 好好看清楚 世界经济体系那谁求谁 中国是大国 大国有能力地缘政治博弈 你个台湾 就你那点资源 还博弈呢 留着吧 留着吧 别出来博弈 别出来丢人先言了 不如我挤兑台湾人 这台湾人有时候真的 让全世界华人觉得是奇葩 无知者无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